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媒体圈那现在在新北市政府当担任副发言人的这个戴湘怡戴副发言人一起来聊一些生活上比较好玩的小事情那现在呢今这个礼拜要聊一些大事情台北市的大事那上个周末8月22号其实台北市这个不管是市政府或是市民朋友应该都有经历很多的活动那这个活动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的北流满载测试 所以今天要邀请我们这个活动的督导长官也就是台北市政府的副市长蔡炳坤副市长来跟大家聊一聊欢迎副市长 谢谢好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副市长好那这个上礼拜我们除了有这个北流的满载测试之外还有一个大稻埕的烟火不过因为天气的关系所以大稻埕的烟火延后也就是到今天就是节目播出的今天29号的晚上我们这个大稻埕的烟火还要再重新的释放一次那欢迎大家如果现在听到节目的时候呢你还可以走出门 然后赶快搭车到这个大稻埕码头一起来看今天晚上很漂亮总共有480秒的这个烟火那这一次呢其实在礼拜六的时候这个满载测试相当是差不多5000人左右的这个北流满载测试是不是可以请副市长跟我们讲一下说这次测试的这个成果我们给予高度的评价吗还是说有小地方我们还是有需要稍微改善一点点好的我想大家提到北流 也计众也计有些有些听众可能还不是那么了解它是台北流行音乐中心那经过了十几年的这个筹划然后这个施工终以终以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礼拜六上礼拜六做做了满载测试那接下来这个9月5号就会正式的开幕演出那甚至到10月份还有金曲奖下半年的节目其实大概也安排7成 已经满满满 对很多人都非常的期待 那8月22日这一天的满载设施 大概刚刚提到大概5000人进去 那有时候也是感谢上天的安排 因为这天又下雨嘛 对那天刚好有点台风 也让我们验收一下 就是说在这个雨天 然后这个大家观众进场去欣赏 然后到底情况怎么样 大致上都还不错 那当然还会有一些小问题 其实本来就会有小问题嘛 要满载测试就是要测试他的问题 就是要找出问题 对找出问题 比如说可能低音的部分 可能还需要再做一些强化 那黄董市长 那个黄韵玲他是专业 所以那天我们一起欣赏的时候 他也忙着到每一个不同的角落 去看看去听听声音 然后看看那个现场的效果怎么样 民众当然是超嗨的啦 那不过就是说最后就是离场的时候 因为停车场的部分是正在进行这些招商的工作 那所以都还在测试的阶段 所以可能让民众稍微等了一下 那这些问题包括说出场的这个 这个离开的时候 那这些可以缴费的台数 那甚至这个动线等等 那经过这一次的这个测试之后 我们都在修正当中 那也我也主持过这个有关的检讨会议 所以9月5号之前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我们希望9月5号的这个开幕演出 可以给所有买票进场的这个观众朋友们 可以给他们给大家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对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幕 是因为这一次的满载测试 其实是这个上网锁票 那大家其实是实名制的 因为我看当时在 你如果要这个锁票的话 你要必须填上你的身份证字号 跟你的真实姓名 那我们这一次的满载测试 其实也做了蛮好的这个防疫的这个措施 包含大家进场要戴口罩 那甚至是要做这个实名制的管理的部分 所以其实当时在做这个满载测试 就是希望说当这个北流未来 如果是碰到五六千人这样子的活动的时候 我们会遇上什么样的问题 希望在开幕之前有一个测试嘛 因为这个活动就叫做测试 所以当时有找出了一些小问题 不过这个不管是北流这边或是文化局这边 其实都已经承诺大家是 在9月5号之前 一定会把这些东西都改善完成 9月5号就会给大家一场 这个很美好的首场售票演唱会 那其实这一次在北流这边 我们现在是以这个法人的模式在经营 那这一次这个董事长的人选也很特别 就是我们找了黄韵玲老师 这个真的是老师级的人物 当时都只有在歌唱节目上才会看到他 怎么会想说要找这个黄老师来 小林老师来当这个董事长 是不是因为他在这个专业上 其实是比较跟音乐有相关 对我想大家对小林老师都很熟悉 在流行音乐几乎每个人都认识他 节目上都看到 我们常常会说我们是从小看他唱歌 不过他都会说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有那个年纪 不敢不敢不敢 不过是这样子 因为北流是台湾的第一个 所以当有一个这么棒的一个流行音乐的据点出来了 而且它是很重要 因为不管是表演演出 甚至这个人才的培育 甚至在产业的发展 也许这一块等一下我们可以多聊一点 所以当想说究竟这个法人成立之后 要找谁来担任董事长 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包括我 包括文化局的蔡局长 甚至跟市长 我们三个人坐下来 几乎第一个人选就是黄韵玲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 马上就浮出来 大家对这个小林老师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而且也觉得他一定可以来承担这个大任 几乎是不二人选 马上就想到 而且三个人几乎是有默契 就是说这个人选冒出来之后 我们当然会先稍微做一点讨论 然后再来征求小林老师的意见 所以当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 他稍微有点吓到 应该接下这个重责大任 他其实他得到一个信息 他没有马上答应 因为他要思考的问题很多 毕竟他自己是一个歌手出身 然后也成为很成功的音乐制作人 所以他有自己的事业 那他要接任这个工作 那就必须要把相关的事业 必须要做一些安排等等 还有他当然也提到说 他也希望听听他周边的朋友的意见 所以经过了几天的时间 那后来我们再见面 那他就表达说他愿意承担 其实当他提到说愿意承担 他想为台湾的流行音乐做点事情 其实我们内心都有一种很激动 就是说他愿意这样子来表达说 他对流行音乐的一个责任跟使命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找对人 然后市长常常讲说 人对了 什么都对了 对 所以我觉得流行音乐 我们北流从 其实他才进场也没有很久 我们流行音乐中 这个法人其实从4月1号才正式进入 到现在也不过 你看不到半年的时间 他们做了多少的事情了 所以一进场之后 就马上就开始做很多的准备 行政的作业等等 到现在看起来都已经在运作上也蛮顺利的 昨天我也这两天也有机会 又去看看小云老师 我常常有机会去问问他说 有没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那看得出来他越来越掌握 而且乐在其中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所以看起来小云老师跟我们科事长 可能在某些个性上有点像 不过当时看到小云老师 出现在陈惠里的时候 真的是一个很视觉上的冲击 就觉得哇这个组合很特别 而且来看到他跟这个市长的对话 我也觉得这个 两个人的痛调虽然不太一样 不过碰在一起蛮有火花的 好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下一段节目 要来跟蔡夫深入的聊一聊 这个北流 这个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跟台北的这个南港地区 怎么样去做结合 甚至是未来的发展 可能会走向什么样子 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石耀署署长吴秀梅 随着台湾疫情趋缓 为了让民众逐步回归正常生活 国内也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 希望民众在维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下 安心至餐厅用餐 提醒您 如果是大型聚餐活动 记得留下定位联络资讯 方便餐厅记录 用餐前后正确洗手 保持手部卫生 并落实了公块母池 而餐饮业者 除了定时消毒桌面 菜单等器具 与环境外 厨师喷条时 佩戴口罩及勤洗手 也是持平卫生安全的重点 最后提醒 若有感冒 咳嗽 不舒服症状 就要紧速就医 多休息 让我们一起落实 安心防疫 也兼顾安全 舒适的生活品质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收听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的 台北进行式节目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蔡副市长 来跟我们聊一聊 刚开幕 诶 正要开幕 诶对 刚开幕的北流 因为今天节目播出的时候 他已经开幕了 那9月5号呢 我们一场正式的收场售票的演唱会 这场售票演唱会 除了是有室内场之外 室内场大概是从晚上开始 那室外场其实也是有的 所以如果观众朋友 这个礼拜六有空的话 其实你不妨到北流这边走一走 那当然交通的部分非常方便 不管是达到昆阳捷运站 或是到南港站 其实你用步行的这个散步一下 走到北流 这个基地非常广阔的北流 那你不仅可以听户外的 从下午开始听户外场的部分 然后晚上到里面听这个室内场的部分 不过蔡副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室内场 听说卡斯非常的 有空间的啊 非常的强大 是是 哇我发现 这个学姐对这个地楼已经很熟悉了 真的就是说你不管 因为我已经去过了 对你从南港 或者从这个昆阳走过来 都可以 那其实我自己在走的感觉是这样 就是说你一定用走的 你车子倒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你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 那个建筑 你可以慢慢慢慢靠近 越来越靠近那个建筑 那个感觉 那个地方的环境 其实也相当不错 所以这个呼吁大家尽量都搭 搭中捷运系统 那减少开车啦 减少骑车 也避免造成这边的一个交通的问题 好OK 那9月5号的这个演出非常精彩 刚刚这个学姐已经讲了 那尤其这一天我们有三组很强的卡斯 那第一位是这个金曲歌后 徐佳颖 徐佳颖 对他已经对外也发表说 他这个怀孕 所以我们说 哇这个对我们来讲太好了 北流好运到 真的真的 这个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好的 满载车是又下雨 对 遇水则发 是是 所以我们觉得 对这个我们的场馆 也带来一个好的运气 那第二个是 今年入委了六项金曲奖的魏如轩 其实金曲奖也会在北流啦 10月份就要进行金曲奖的颁奖 所以我想在他颁奖之前 他就先来演唱 这个我觉得也是蛮有意义的 那六项大奖的入委这个不容易 那第三组我想各位可能这个名字听了会蛮惊讶的 叫做于丁蜜 对可能也许有些人听过起来没有 不过你一定会想到的是什么 苏打利 那因为苏打利这个名字已经有版权的问题 所以现在有于丁蜜 其实就是这一 对很特别的名字 你把它三个字割拆一半就变成于丁蜜 对对对 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一次 对他们来讲很重要的演出 所以我想这一次的开幕演出应该 而且我们卖票卖的几乎 应该已经卖完了 都卖完了已经找不到票了 怎么样也买不到票了 都已经秒杀了 因为跟那个满载车是一样 听说五分钟马上就抢完了在网路上 所以现在听到的观众朋友 只能跟你说声抱歉了 你买不到票了 而且是超佛心的这个票价 一楼这个1099 二楼是899 三楼是699 这一次的票价是因为也想说回馈了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来 收场演唱会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 不过那时候有提到这个北流的外观 其实它很特别 也就是一个有点像是新的台北市东区或是南港的一个新的地标 所以我想蔡富刚建议大家就是用走的 不管你从昆阳或南港走过去 其实你不同的面向可以看到不同的北流的样子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比你就是搭车 然后到了之后就进停车场 这样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经验 那这一次的北流满载测试开幕之前 其实市长的脸书上也发了一个 我们拍的比较长一点的影片 大概8到9分钟左右 那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记录 整个北流其实它耗时这个这么多年 那为什么在今年可以顺利的开幕 那这过程中工程上也有一些困难 其实在这个影片里面都讲的蛮清楚的 那欢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上这个市长柯文哲的脸书去看一看 我们蔡富在里面也有出现这个大部分的篇幅 那在这个影片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北流四宝 当时我们有提到说 这个市长在片头很帅这样说 这个猫道灯开 然后隔音墙关这样 其实这都是我们北流四宝的其中的几个宝 那我们这一次为什么会讲它是北流四宝 其实是还蛮特别的 蔡富这边有没有什么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北流四宝到底是哪四宝 好的好的一定让大家知道 像这样子我们先这个由内而外吗 OK由内而外 由外而内都可以 因为就顺着刚才那个学姐的这个画 我们先来看一下里面长怎样 我们就由内而外好了 那这一张就是北流四宝 好各位看到 因为这个其实在满载设施的时候 所有人都已经看过了 不过大家都蛮惊艳的 那我们这个舞台非常的宽 对它面就是这个整个横幅其实很大 蛮宽的 所以这样的视觉对座位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比较好 因为有到三楼这么高 对到三楼 对所以这个宽度蛮宽的 所以宽度一宽你就会发现说 哦这个舞台当然也就有很多的搭配 比如我们先讲第一宝 先来谈隔音门好了 这个隔音门 非常大的隔音门 你看那个市长那个脸书里面隔音门关 看起来好像很帅这样 这个隔音门高 高有这个10米高 宽有16米 是这个台湾最大的隔音门 最大的隔音门 非常好 因为在测试的时候 当它把门关起来 你到外面去马路上 只听到车子的声音 已经听不到里面 听不到完全听不到 所以这个隔音门这个效果非常好 跟我们以前就是在那个中山足球场里面 里面在开演唱会 然后我们会在那个圆山捷律站那边偷听 可以 同时可以听得到 现在听不到 听不到 这个你只必须要买票进场才听得到 对 好 这是第一宝 好 那第二宝就是这个音响 这两颗大音响 听说这个音响大有来头 对 这个是K2音响 它是世界三大音响品牌 那也是国内外这些歌手的最爱 对 那它最主要是它有四个通道 四个通道包括两个低频 一个中频 一个高频 那这个效果呢 就是我刚刚在提说 我们在做满载测试的时候 那那个黄映玲 黄董事长小云老师 他也到各个地方去听听看 那整个的效果 的确那天有稍微提到 就是说低音的部分可能需要再加强 那没关系 这个我们还有在做一些调整 就是第二宝第二宝 因为它面宽 是我们的音响 对啊所以它的这个效果出来 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宽度 其实是蛮合适的 蛮合适的 所以听觉上有很棒的享受 也就是说你不管你在一楼 在二楼 在三楼 在左边 在右边 在中间 听起来都 对你都可以听到同样好的效果 所以对买票的人是比较公平的 对对对对对对 那第三个就是这个母横降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名义 这个就是CHOICE 就是那个MOTHERCHOICE 像这种高水准的演出 它需要的灯光 需要很多的这些相关的设施 像LED的萤幕 像那天满载测试 哇那个LED真的是非常的棒 很多的特效都要靠它 那它可以 它是整片的 以前我们去看那个舞台都是一条的 一条的灯光 然后放下来 然后装一装再上去 那这个是整片下来 然后全部都弄好以后整片上去 所以这个是对舞台来讲 一方面也是确保舞台工作人员的 他们的安全 不必爬那么高 它可以放下来 然后通通处理好再拉上去就好了 就是一般大家可能在那个 在市长的影片里面也有提到 他说这个猫道 可能以前这个调灯光的灯光 是要走在猫道上 哇那很危险 那个太危险 但是现在这个母横降 是可以直接降下来 调好再放上去 对对对对 这个是 而且是整片的 那第四个就是这个 大家最惊艳的灯动舞台 你知道这个音乐的演出也好等等 它需要各种不同的这种 比如说造型啊 不同的需要的时候 它舞台必须要上上下下 那我们这个电动舞台 其实是总共是14块 14块里面有这个8块是比较大一点 那有6块6块是比较小的 它是组合起来总共是8块加6块对14块 那可以配合演出的需要来做上下的调整 所以电动舞台的部分 所以它是可以配合不同的演出 然后去做 哦这么酷 对所以这是你刚刚提到的 北流寺宝 那由内而外嘛 我们就来看看外面 看看外面这个 刚刚说很特别的建筑形状 对你看这三个 其实北流是一个园区 它是由三个主要的建筑来搭配的 那北基地就是现在完成的 北基地就是这个表演厅 也就是当天大家去满载测试 看到这个演唱会的地方 对这个就是当初这个设计师的这个理念是说 因为台湾很多的那个山脉 尤其南港地区其实也是靠近山 所以它的设计师是有那个山脉的波浪的感觉 这就是山脉这样层层山软的感觉 但是我看起来还比较像钻石 我每次去我都觉得还像一颗钻石 会发亮的钻石 对然后说它钻石其实也有道理 因为南港地区以前叫黑箱嘛 以前就是很多矿啦农业啦等等工厂啦 那现在在转型当中 所以这里呢会是南港最亮的地方 把那个整个带动起来 所以它是未来南港的一颗钻石 南港会变成台北市的一颗钻石一样 所以这是我自己的阶读 好这次我们刚刚讲到表演厅 是 可是这个表演厅呢 事实上这个目前开始运作 那另外还有两个呢是明年才会运作 是明年的秋季左右 大概一个在6月一个大概9月左右完成了 那大概到秋季应该可以全部都开放了 那这两个一个就是产业区 产业区 这个像一个什么 水晶体 对像水晶体的产业区 那这里面有LINE HOUSE 有1600的 有800的 有200的 那还有录音室 还有餐厅 餐厅 我当时听到这个时候想说 哇这个配备也太完整了 所以以后会有很多人 不一定是一定要 这里演出当然演出 也不一定在看演出 都可以到这边来 那尤其像有一些可能 因为这边毕竟是大概五六千人的 对 那这边可以有一些比较小厂的 稍微小厂的 那也比较精致一点的 所以未来这边是 商转的时候这边应该是最多的 这我也觉得这边应该是最多人 因为当时好像有说 这边如果未来开幕的时候 这边也可以办一些像是音乐祭的活动 对对对 可能外面有摊商 那里面LINE HOUSE 有人在演出 对对对 哇它整个就是一个自成的音乐圈 大家就可以来这个产业区这边逛一逛 那也有餐厅 而且还有可能不夜城 我们在想说以后可能就是 因为毕竟喜欢音乐的人 他对于这个也许到晚上都还更high 所以这边可以 不同的音乐 也有机会 譬如到凌晨两三点以后 有这样的规划 那当然要考虑到周边 如果周天不会影响到这些民众的话 这边就会变成晚上 就晚上像有些观光客啦等等 他们也希望有一些地方可以去 所以未来我们希望说可以吸引更多的观光客来 哦 了解 那这个是文化馆 文化馆 对文化馆就是一个比较正方的立体的建筑 这里面因为北流也需要有办公的地方 除了办公地方还有展览的地方 所以未来这边就是一个有常态展 有一些特展等等 这边 所以整个北流讲起来 其实我用三个近未来来做一个诠释 那这个诠释当然不是我的诠释 这个是小云老师他对这个地方的想象 那我昨天跟老师也谈了 他对这三个馆的未来的期待 那我觉得蛮好的 第一个表演厅它是靠近的静 靠近未来 那意思是说不管你是新人 你是一个明星 你都可以到这边来演唱 靠近接近你的实现未来 实现你的未来 所以你对未来的想象 每个人对未来都有一些期待 那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你未来的那种梦想 实现你的梦想 站在大舞台上面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是很靠近你的 靠近你的未来 所以叫静未来 那第二个产业区也叫静未来 那个静是进入的静 进入未来 初步进入大家未来想象的感觉 那进入未来说 进入未来什么 未来的产业的发展 你看我们这个流行音乐产业 它不是只有表演 更重要是它是一个产业 刚刚提到说未来这里有很多商转的模式 那甚至很多的人才在这里培育 所以那个静是进入 你要进入自己的产业也好 人才也好 进去未来性 非常有未来性 产业的未来性 你看看未来南港地区可能就因为北流而成为音乐之乡 那就是一个产业的模式 所以这个是进入的 进入未来 那这个他跟我讲也是进未来 可是那个静是尊敬的静 那尊敬的静意思是说 我们还是要对整个流行音乐 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 你的你要用很虔诚的心情去面对它 去了解它 所以了解它为什么需要有这个展览 无论是固定的展览或者是一些特展等等 就希望说在这个展场当中 那么大家对这个流行音乐能够有更尊敬 更去喜欢它 然后也能够大家一起来维护它 那也了解它的历史跟未来的发展 所以它其实有这样的一个 从现在到未来有很多的想象空间 那这也是我们的期待 期待它真的对南港地区带来一个很棒的一个影响 刚刚蔡富从由内而外很完整的介绍 今天算是一个北流幕后揭秘的感觉 因为大家可能走到太靠近建筑物 你可能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空拍图这么完整的样子 那刚刚蔡富这张图 其实可以让大家看到其实整个北流 由三个基地组合而成 那可能大家现在看到 现阶段看到的是中间的表演厅 那之后就会有产业区跟这个流行音乐文化馆 那产业区的部分里面还有包含 三个不同大小的这个Life House 那这里面的Life House 其实我觉得也是台北人的福音之一 因为以往我们去Life House 可能就会散落在台北各个不同的角落 那那天市长跟这个乐团对谈的时候 他们也是说希望说未来台北有一个很专业的Life House 让他们在演出的时候其实是很安心的 那在这个地方也会让大家有这个印象说 我要听Life House我要去哪里 那当然北流相信是未来大家一个很棒的选择 而且我觉得台北人真的很幸福 你不管是听Life House或是去小巨蛋听演唱会 甚至未来还有这个北流可以去 所以基本上大家坐捷运就可以听演唱会了 不用再坐高铁跑到太远的地方 那我们这个北流其实在9月5号的 这个首场正式开幕演唱会呢 虽然票已经卖完了 但是未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上网购票 接下来我听说还有苏惠伦的演唱会 还有金曲奖 那档期已经排满到年底了 因为我当时问的时候排满到年底 而且是中间非常的难插空档的 所以欢迎大家都一起来北流走一走 那也欢迎大家对北流呢 有什么意见或是有什么大家的感想 我觉得都欢迎大家留言在这个影片的下方 那稍后我们也要跟蔡富稍微聊 另外一个蔡富这个手中 另外一个最大的案子 就是我们的吴维强博物馆 当然吴维强博物馆总共有五个 那市长当初提了一个 最近提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五加三 这个等一下也要来跟蔡富聊一聊 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升降舞台上升 第二猫道登开 第三猫道登开 隔音门关闭 点出前三十秒预备 麦克风测试 一二三四四四 我们出面了美 把手机的扬动 在平为你 我当不生之大剧 从来幻想重新 我愿意我愿意大利 我愿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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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愿意大利 在人生之地 让我愿意大利 在人生之地 我愿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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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北流场馆 目前来讲 它是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的 专业流行音乐场馆 传统我们讲的 镜框式舞台 但是你看这个镜框 它几乎是裸露的 它就是一个观众 跟艺人 跟歌手之间的互动 非常非常直接 最早的那种 比较剧场式的 那种直线式舞台 你就你会在 比如说希腊的剧场 演着山坡改 观众其实你 因为在第三排 你都会觉得 跟歌手剧很近 好像艺人是中心 然后所有的粉丝 这样包围 对那种感觉 北流的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 大概是全台湾 亲密性最高的一个场馆 它是台北的地标 它是亚洲流行音乐的圣殿 纽纽约的设计师 把北流的表演厅 做成一个山的样子 那南基地 也有个山脉的感觉 这里面的折线 也就是呼应 整个台湾的山的造型 那当然它在功能性上 它就是伸波尽量打散 不会让它 驻波或者回音 文化馆这边这个群楼 就是1600人的Live House 产业区意思就是说 它开始单露起 整个台湾流行音乐 重新在亚洲称雄的这种任务 要让一些年轻的歌手 乐团有地方去表演 所以我们还要规划 200-200-1600 这个是6000人的 所以从那个小到大 当然有一天你成功的 拍个一小巨蛋 那就一万多人了 它还有录音室跟整排室 音乐功能的共创空间 所以在那边 你是可以得到养分 想要走音乐的路 我们在这边很容易 就可以找到同好 找到资源 其实你去看当初的想象 跟现在实现出来的样子 其实很接近 是真的很接近 典政府之后 大家就开始发现说 我们一直觉得 我们保有很强大优势的 华语流行乐产业 开始有点退 要维持住 整个在华语流行乐的 领导地位的时候 那我们要提供一个什么地方 那个时候其实 大家都有共识 要做这件事 在台北这么精华的地方 要找到一块土地 是非常困难 然后大家很希望说 好 我要有一个场馆 那场馆当然多大 它是不是要有录音室 各种各种的讨论 这个过程其实很漫长 好 市场任内 就是开始做净土 然后就开始做设计 客观者做最大的事情 就是它贯彻这件事 麦克风测试 一 二 三 一直到2015年 北基地才开始动工 然后2012年南基地才动工 因为市场是从变预算到开工 中间就隔了十年 所以整个预算都不合时宜 所以后来还要再办追加预算 十年的物价 当然那钢就不得了 钢的价格上涨 不然它20%以上 这个北基地盖的难度 其实也已经超过大家的想象了 那其实很多东西就已经不够了 那南基地后来其实也碰到很多困难 就留标 就标不出去 就是整个事情就是很难很难盖 曾经大爷有一度会认为说会不会就 南基地就算了 对 我觉得他的那种支持是超乎我可以想象的 就大家都觉得他很在乎预算啊 很在乎这些 但是我觉得他很愿意给音乐人支持 就是他那时候一上任之后 没多久我就看到他跑来北流看 我就觉得哇 他是说真的 他不是 他的证件不是写好玩的 他是真的在乎 图画画是一回事 要把它盖起来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当时说那边台北的地标之一吧 所以那个结构是蛮有趣的 很现代化 这个东西是这样啊 你要是盖个方方正正 大家都盖过那简单 盖这个样子很特别的 那个从建筑师到营造商 盖房子的这些工程单位 都吃尽苦头啊 当初我们第一次跟小林老师见面的时候 其实他 他并没有答应 最后当他答应的时候 我觉得他有感动到 就是说他能够为台湾的流行业做点什么 他是一个梦想共产 他是一个从无到有 创新然后在新创 他有无限种可能 跟千千万万种困难 那这事不做好不好 不做大家都轻松啊 如果今天就是北极地盖好了 然后南极地不改变 任何一种样子 其实大家也不会有感觉啊 但是你总会有个声音说 好像不做 你一辈子都会后悔 不过这都过去了 不过都一一把它克服过去了 我还是觉得他认为这是一件重要的事 我觉得这种事情会影响到 所有的市府团队去看待这件事情 那你一旦把这事情 看待它是重要的时候 那那个楼就不会歪 它就会一定会朝着正确的方向走 因为这个台北流行业重心 你要开幕 这个会对整个台湾的文化界有很大的影响 三个主要的建筑物 还有一个广场 那未来这个广场会很热门 它不是一栋建筑物 它是三栋建筑物所环绕而成的一个园区的概念 那也有很漂亮的草地 终于看到这个梦想要实现了 我相信大家是对它充满了期待的 这就是一个转移 那当你进到这边 你要开始走一条音乐路的时候 我们让你踏上了第一个转移舞台 这是我们的定位 自由的心灵是流行音乐 能够兴盛很重要的一个季节 台湾是全亚洲地区最多元开放的地方 也是最民主自由 所以这个有一个让这种艺术的表演 能够蓬勃发展 所以我一直对这个寄以厚望 我一直认为我们流行音乐是有机会 可以在亚洲做最好的 我们未来常常在这里相见 好吗 谢谢大家 哈喽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回到FM93.1台北进行试的节目 那我们今天邀请蔡副市长刚刚来跟我们讲了很多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幕后的秘清 那接着我们要聊的是另外一个蔡副手中一个很大的案子 其实是这个台北市正在推的无为强博物馆 不过我刚发现就是因为蔡副老师出身就很容易就是一直听他讲 你就会觉得陷入到那个故事里面感觉是很像一直有一个老师在跟我们说故事的感觉 不过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非常特别台北市独有的文化 那甚至是什么是无为强博物馆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这个概念 刚刚我们谈的北流其实他在南港地区他也算是一个无为强博物馆 那蔡副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叫做无为强博物馆 好的我想所有人对台北的了解 台北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发展历史的一个城市 那几百年下来其实有很深的人文底蕴 从清朝时代我们叫台北城到日记时代台北州到现在是台北市 那其实各个不同的阶段里面其实都有很多的这个文化的冲击 尤其今年又是我们设施100年 所以你会从这个历史的脉络里面看到说台北其实它的发展非常有特色的 那就是要说它本身就是一个有文化底应的地方 那过去我们对博物馆的概念就是说走进一栋博物馆 然后看到里面有一些展品有一些活动 那现在我们觉得说其实对台北市来讲 博物馆的概念可以把它打开来 可以打开那个围墙的那种界线 然后走入生活当中 其实台北人的生活台北的城墙 台北的街道巷龙都有很多人文的历史的一些轨迹 当这样走进一个区域里面 它就是一个无为强博物馆的概念 可以去了解去认识这个地方 每一个地方其实都是有故事的 就像是你可能住在这个区域 然后你走出来之后你可能看到一个旧的房子 你也知道它是什么故事 所以你生活中在台北市生活 你可能走在街道上 它其实就像是一个在逛博物馆的感觉 不会像过去大家走到一个地方 然后你要站在那个展品前面看 然后阅读它的历史 不过你走在台北市的街道上 你的心中或是听到的故事 其实就已经是一段历史 或是一段文化 那当然台北市有分 我们分了五大 五大的无为强博物馆 不过市场之前提到了一个五加三的概念 它其实是这样子 一开始我们在做盘点的时候 先盘点出五个 那这五个也是大家很熟悉的 因为台北市的发展不是一下子就变成长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看到12个行政区 其实它从城中开始发展 从城中然后慢慢慢慢 你去看那个台北市是慢慢长大的 慢慢从城中再往外扩上 然后慢慢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到变成这个情况 所以它的发展的脉络 其实这一个整个纵轴 整个纵轴就是说北到南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那个捷印红线 红线 淡水线经过的地方 这一条大概就是早期开发比较早的 那横轴就是东西 东西就是我们有东西门户计划 西西门户计划 所以一开始我们盘点出来 第一个当然一定会想到是大到城 大到城 第四个全都是125 一幅二鹿山蒙甲 其实台北市的发展这里最早 从蒙甲 然后再到大到城 是 他当初这个整个转移 大概从蒙甲到大到城 所以这两块就很自然 很清楚的形成 那另外这是北投温泉 北投温泉是台湾最早的温泉 那到现在也至少 opp fertilizer 从日记时代到现在 所以这里也是自身一个非常有特色的 等一下我們會特別來談一下北投溫泉 我知道學姐從小在北投長大 小時候住的地方 所以一定有很多故事在這邊 那除此之外其實我們講城中 有城中就有城北跟城南 那城北其實就是 城北郎丹它就是車站以北 其實以前的北彈縣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打鐵街啦 赤峰街這邊就是這樣形成的 中山地區 那城南就是這個愛國西路以南 然後到這個新電溪沿路這邊 這邊城南為什麼用台大 因為它是有三所大學 台灣大學 台灣科技大學 台灣師範大學 那三所大學又成立一個叫台灣大學聯盟 所以簡稱台大 沒錯 三所都是台大 那所以這五個 就是我們第一階段盤點出來 非常精彩的五個 那後來發現說 其實我們現在有很多新的建設 你看我們現在北流嘛 剛剛提到北流 北流已經即將就是現在開幕了 那接下來明年就是北易 北易明年開幕 在建坛捷運站旁邊的這個 那後年也許大巨蛋也大致上 現在已經復工了 那大巨蛋這裡其實它是一個 包括像 信義松山延區 松菸 松菸這邊 然後這邊還有文化部的台北機場 國務基電館 101都在這個地方 所以就很自然又形成三個 所謂五加三就加這三個 北流 北易 松菸 所以加三個是加這三個 新的東西 五加三 對這三個比較新 那這五個就比較舊 那台北就是一個新舊融合的一個城市 所以其實一個城市裡面 像台北市我們有400棟的老房子 那其實每一棟房子都有它的故事 它大致上也都聚集在這幾個區域裡面 所以就很自然層層的所謂的五加三 其實這個圖也顯現出台北市各個地方不同的文化 那當然你想要體驗這個舊遊的文化 你可以到蒙甲 或是到大稻埕 走在這個路上 或者是可能喝喝酒啊 走在這個大稻埕的街口啊 你就可以拍那種很復古的照片 但是如果你想要很新的東西 其實你也很快就有另外一個新的選擇 坐這個阪南線到南港 到我們剛剛說的北流 哇這又是一個科技跟現代感的感覺 所以其實這幾個不同的博物館 吳威強博物館 都可以帶給大家不同的這種生活感 那甚至是每一個都蠻有自己的特色 蔡富剛這張是不是 所以你看 我突然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你來到台北 來到台北 你好好的 每一次到台北就走一個博物館 漫遊深度旅遊 對漫遊 那你就可以你看至少你有八次 可以好好來深度旅遊 可以來八次 對那現在進一步我們來看 對剛剛這個我們做了一個很簡單的整理 其實這五個已經相較之下是比較成熟 經過了這段期間的這個盤點啊 討論啊在地說明啊 其實這個不會講博物館的概念是由下而上的 我們非常非常尊重在地的文化跟在地的聲音 所以慢慢慢慢累積出來之後 每一個博物館都有它的特色 那我們趕快趕快帶大家來看一下 北投溫泉 北投溫泉 那北投溫泉這邊其實不會演的是我小時候長大的地方 以前小時候都會由阿公阿嬤帶著我們一起去泡溫泉 那那時候還有這種溫泉卷就是一本的那種 所以那時候爸爸媽媽他們都會買那種一本的 然後每一次去就是要撕一張撕一張 那去到北投那邊最享受的就是那種泡完湯有沒有 喝一杯茶或是吃一碗粥 然後晚上這樣吹著涼涼的那個陽明山的風 就可以回家 然後睡一夜好眠到隔天早上 然後全身的那種肌肉都可以放鬆的感覺 那現在的北投跟我以前小時候長大的北投又不太一樣 現在還有這個車站 新北投車站附近 其實你用走的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歷史文化 那請蔡富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真專業的 剛剛聽了你的這個從小這樣泡湯 然後享受那個溫泉的休閒 然後微風吹來 然後可能這個泡溫泉會更漂亮對不對 所以你看學姐這麼漂亮 應該是跟泡溫泉應該有關係 是不是 北投出美人啊 對啊 真的 我不是說我 我是說很多其他的人 好 那其實你剛剛提到那個就是重點啦 就是來到北投一定是大家都想要泡溫泉 除了泡溫泉之外 它周邊有許許多多的這些場館 都跟溫泉有關 溫泉文化 我講一些特色好了 譬如說你知道地熱谷嗎 我知道 以前叫地義谷 對 它是冒煙的 它其實是凱達格蘭的女巫的這個秘境 對 很多人都說那個煙這樣冒起來 好像裡面有人在施法還是做法這樣子 傳說中這樣子 好 再來是 全台灣的第一家的這個溫泉旅館就在北投 雖然它已經變成一個遺跡了 叫天狗庵 那是1896年你看 1896年很久 它就在那個公園的上去那個階梯那裡 我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再來是全亞洲全東亞最大的公共浴室 也在北投 對對對 浴室是那個洗走的浴室 對它就是有南湯有女湯 那最大的南湯就在那邊 那現在變成北投溫泉博物館 它曾經廢棄了 後來又整修完成了 然後新北投車站 對以前是這個淡北縣 所以後來這個鐵路 那經過的調整之後這個就不見了 那這個車站也沒有了 那火車也沒有了 那在地的這個 我覺得北投最厲害是怎麼樣 就是在地的文史工作者非常的團結 非常厲害 對這是全台北市大概在社區的意識方面最強的 所以剛剛提到說北溫 北投溫泉博物館能夠重新再整修 其實是在地的聲音 所以其實是在地的力量推動 對 新北投車站也是在地的聲音出來的 到現在然後讓這個車站又回來了 然後火車也回來了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一次 北投其實也有這個眷村 中心新村 這個可能比較少人會想到 心中那個中心 對 因為很多人想到北投 第一個冒出來的字就是溫泉 對 但是想到眷村 這可能要跟就是 你可能要在北投附近住過一陣子 你才會知道 不過這個也是我們現在想要推的 這個眷村文化 對 其實也是一個滿有特色的地方 現在已經第一期的整修已經完成 現在進入第二期的整修 那等到那個整修完成之後會非常精彩 它保存了這個眷村的文化 而且是全台灣唯一有溫泉的眷村 唯一有溫泉的眷村 然後再來你看 北投石 北投石是唯一用地名來命名的 這個叫做西游的這個礦石 那它其實是這個非常有特色的 它有放射性的這個北投石 那再來是 你有沒有聽過加山溫泉 你可能沒聽過 但是你至少聽過那個神風特工隊 聽過聽過 那個日記時代那個神風特工隊 加山溫泉 神風特工隊傳說中 它的最後的灿難就在這裡泡溫泉 泡完就要去出任務 泡完溫泉之後出任務 就要出任務 那這個加山溫泉呢 其實也很早 它是在1921年就有的溫泉 算是蠻早的 那現在已經變成這個北投文物館 是古蹟 非常精彩 那個館長把那個就經營得非常好 現在是屬於私人啦 私人基金會在經營 好 最後一個是 北投是唯一搭捷運 就可以去洗溫泉的地方 很方便 多方便你看 搭捷運就可以到了 你看好來 我們市長跟陳醫師也很喜歡去北投泡溫泉 有啊 我這個一個禮拜前也去泡了 那不但去泡溫泉 還住一個晚上 然後隔天去走毒 我想跟你談一下走毒 就是走毒北投溫泉 那那一天因為我們大概只有兩個多小時 那我們是這樣走的 我們就先從新北投車站出發 先看一看新北投車站 了解一下它的歷史 這個從1916年到現在的百年的車站 然後就沿著北投溪往上 那往上的時候 一點點小陡坡 往上走 先來到這個公園 這個公園叫做清水公園 那這個公園 你知道這個公園有多精彩嗎 當初要蓋這個公園的時候 地方的意識就在這裡 他們的意見等等都要融進去 所以當初這裡他們的提倡就是說 變成是北投生活環境博物園區 那北投生活環境博物園區 這個在地的意見 其實也可以這樣講 我們現在講這個 無尾牆博物館的概念 是從這邊來的 是從這邊發起的 從這邊的構想 這邊的概念 所以北投很重要就是 我們推動的無尾牆博物館 一定要回到北投 因為這個概念 其實從北投開始的 發基地 然後在這個公園裡面 就我剛剛提到天狗岸的遺跡 然後北投石的橋 然後就沿著那個橋 走到哪裡 哇 你有去看過北投圖書館嗎 有有有 這個網美這個IG上匹配的景點 全世界我聽說好像是前20名 就是最棒的圖書館 拍起來很漂亮 對 然後它是環保的 綠色建築 對 它都沒有用圖釘子 它都用卡榫 對 然後環保通風採光等等 很多很多它像一座 哇 像在三層裡面的咖啡廳 對 很漂亮的圖書館 對 然後再經過它以後 再走進北投溫泉博物館 喔 北投溫泉博物館裡面 就是這個全東亞最大的公共遺跡 對 我們已經這個 它已經修復好之後 重新開幕 但在裡面大家可以看到 樓下的公共遺跡 樓上還有這個很漂亮的 榻榻米的鋪設 所以其實大家去那邊 網美照也是可以拍 那它是這樣 它是泡完溫泉 然後到樓上那裡 就是二樓那裡 就坐在那邊 通風 乘涼 對 他們說以前會吃個小點心 對 那個地方真的很涼 因為它的旁邊的窗戶 它是沒有窗戶的 它是整個是這樣通風循環的 泡完溫泉 你有沒有穿著日本的浴衣 然後坐在上面 然後乘涼吹風的感覺 很舒服 下次我們就拍這一段 讓學姐去坐在那邊 然後就回憶一下以前 那個感覺都回來了 超漂亮 好 然後在 其實這裡有一個插曲 很多早期台灣的電影 都在這裡拍的 喔 所以你看到 很多的這些 非常棒的電影都在這邊拍攝 然後再往上走 就走到哪裡呢 走到這個梅亭 梅亭 梅亭就是余佑任 余佑任是 有史以來做監察院長做的最久的 對 那有相傳啦 這個傳說 傳說說這個 余佑任的住在這邊呢 就是要三避 三避 第一個避暑 避暑OK吧 第二個是避壽 他不太希望人家幫他做壽 生日的時候就把他躲到那裡去 躲到那裡去 避開這個大家要去慶生 第三個最重要叫避關說 就是大家都找不到他 找不到他人 你也沒辦法跟他說些什麼 對對對 然後這個梅亭的旁邊 就有我們一個很棒的一個 這個戶外的泡腳池 很多人都希望大家一起泡腳 很有名的泡腳池 然後完了之後再繼續往上走 就來到了這個地勒谷 地勒谷很近耶 用走的就可以走了 對我們走路啊 就要走路 走路當然走路啊 所以下次 你看我們這樣從頭到尾 才走兩個多小時 然後就進到地勒谷 哇到地勒谷那天 其實講起來很幸運 下大雨 那下雨你知道嗎 那個就是下雨溫度變化以後 那個氣就冒上來 所以你如果看到那個冒氣 其實還蠻幸運的 所以那天在地勒谷 就看到那個氣冒上來 然後那個整個山上的感覺 就非常漂亮 所以其實用走的 就可以把台北市的這個北投這邊的文化 光是用走的也可以走 剛剛蔡富有講到說在地的聲音 其實北投這邊有一個說書人的這種小小的活動 大家可以上網稍微搜尋一下 可以去報名 你只要跟著他們一起走 他們就是邊走邊跟你說 也就是我們剛剛說的走讀 那邊走邊了解這些歷史故事 然後甚至是你直接站在那個環境裡 我覺得大家可以那個腦中有一點想像 想像一下當時這些日本的官兵 在這邊泡溫泉 泡完溫泉之後 在這邊用一點小點乘涼 甚至是台北市之後的歷史 這個新北投車站 當時也有這個很復古的一些劇在這邊上演 用這個新北投車站當背景 所以非常歡迎大家來這個 我們台北市的五圍牆博物館走一走 相信你在這五個 甚至是五加三 未來的五加三這個博物館裡面 你都可以找到不一樣的台北市 然後看到不管是舊有的台北市 前期早期的台北市 或者是未來的台北市 可能都有不一樣的這種 不一樣的樣貌跟不一樣的文化 那今天謝謝蔡富來跟我們講了這麼多故事 這個 我們希望有機會再來講其他的博物館 沒問題 今天看蔡富準備了這麼多資料 我們下次再開第二集 對可以講好幾句 然後讓各位更進一步了解我們台北市的特色 因為現在最需要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反正大家也不能出國了嘛 那就來台北玩 對所以我們要推動一下台北外宿節 對 希望大家來台北貴米 貴米 對 那就跟蔡富一樣 在北投住一個晚上 泡一天晚上的溫泉 隔天再去花兩個小時 在台北市的北投區走渡 對 那也歡迎大家來台北市玩 那今天也謝謝蔡富市長 跟我們介紹了這麼多 謝謝蔡富奶 謝謝觀眾朋友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謝謝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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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